机器常出现的故障呢就是说这个是高压故障 不是故障 高压故障如果要爆高压故障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高压板上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说挂墨了 是不是有墨水 如果有墨水的话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把它冲洗干净 用清一液把它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吹干 一定要一定要把它吹干 吹干之后 然后我们再重新开机 我们再重新开机 这个故障一般的话就能消掉 然后看一下回收故障 那回收故障呢 有可能它有两种 一个是墨线 偏移导致墨线没有进回收槽 爆回收故障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喷腿阻塞 喷腿阻塞 然后导致墨线没有进回收槽 然后也爆回收故障 那回收故障怎么处理呢 针对第一种情况 墨线偏移 导致墨线没有进到回收槽 这个需要我们调整墨线 调墨线 调墨线我们可以找一个白色的纸 然后放在我们这个墨线的下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墨线的位置 我们看到墨线的位置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松这颗螺丝 然后调这颗螺丝 然后是调 是调我们墨线的左和右 那如果要是松这颗螺丝 松这颗螺丝调这颗螺丝 那那就是调墨线的前和后 墨线前和后 这个调的时候要微调啊 要轻轻调 这是第一针对第一种情况 回收故障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你的喷腿堵塞导致墨线偏 这个这个时候就我们就不需要调墨线啊 因为因为他的他真正的原因是喷腿堵了 喷腿堵的话我们要我们要用我们这个喷腿清洗啊 这里面啊 这边有个喷腿清洗 喷腿清洗我们要用这个啊 我要这个 然后执行喷腿清洗的过程中 我们要往喷腿这边喷清一致喷清一致 直到我们这个喷腿墨线 达到我们回收桃的正确位置啊 这是 这是那个回收故障 嗯 首先我们看一下墨连分裂怎么样啊 墨连我们放大镜看一下这个墨连分裂 嗯 墨连分裂又如果如果 如果挺好的话我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给断里面 嗯 断到里面粘度啊粘度啊 如果粘度也好 嗯 然后呢墨连分裂也好 然后抱孩子抱充电故障 那有可能我们我们的墨水有问题了 然后就需要清洗管路 然后就是清洗管路 然后换新墨水换新的过程器 还有如果我们机械抱相位发指鼓掌 首先看墨连有没有分裂啊 墨连有没有分裂啊 这四个这这有几个一没有啊 如果有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呃 相位相位的话 他如果要是大于200一般的话都没什么问题啊 如果小于200那说明我们 因为我们的那个电子 因为我们这边打印毛块是有问题了 是有问题了 可能要需要什么更换打印毛块 如果更换打印毛块还不行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铸板啊 铸板会有问题 可能这两个配件 一般情况下两个配件 可能有一个会有问题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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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